所以今天为止这一棵虫楼 至少已经生长了七年 是不是非常的不容易 大家好 我是英哥 本时想要虫楼 要那种又大 粘成又长的虫楼 今天就给它安排 这个就是虫楼的苗 这棵长得特别的大 高度至少在一米八到两米 而且这一棵虫楼的粘成至少在十年以上 虫楼也叫七一一只花 因为它长了七片的椰子 在我们这个地方 它漆也比较少 多部分在五片到十三片之间 像这棵虫楼就正好是一片叶子 这个就是虫楼的种子 成熟之后就成红色的 非常的漂亮 看看这个苗就知道这一棵虫楼一定不小 来 我们挖出来看一下 哇 好大啊 看看 现在这个位置挖出来大概有四公分左右 这一棵虫楼挖出来大概有半斤 你看看 这一棵虫楼挖出来的特别的大 而且它的苗 这一棵苗至少都有两米高 太高太高 太大了 太漂亮了 虫楼也分很多个品种 像这种 我们称它为大叶虫楼 因为它叶子长得比较大片 这种我们称它为小叶虫楼 因为它叶子长得比较细 比较小 而且叶片也比较多 它的苗也长得特别的高 有些地方称它为高杆虫楼 糟糕 这一棵我懒了 哎呀 太可惜了 但是我冲楼挖坏了之后 其实种在土里它还会生长的 因为冲楼它会从其它边缘一起发芽 哇 这一棵挺大的 但是这一棵挖坏了 我就不要了 这一棵把它还是种在这里 这一棵应该是这片地里最大的 我们把这棵最大的挖出来看看 这里旁边发了一个小芽 哇塞 看看 这一棵太大了 哇 这棵虫楼太大了 像这种虫楼 至少在10年才会长这么大 而且也是我母亲见过最大的虫楼 一个手脸就不下 太大了 虫楼是一款非常名古的种草药 它的用处也非常的广 在很多药里面都会用 而且它的肾脏是非常的缓慢 像我手上这棵虫楼 它的肾脏周期至少在10年以上 才会长这么大 所以它价格里面非常的昂贵 在追贵的时候 物产可以达到一百万 所以听起来还非常的诱人 但是虽然最近的人工种子的越来越多 所以它价格也有所下降 但是对于我们山里种植栽的人来说 其实它这种价格还是非常高的 也是非常不错的一种经济作物 虫楼是长得非常缓慢的 给大家看一下这么大颗虫楼需要长几年 这里一年 两年 三年 四 五 六 这个牙是今年里就七年 这个小牙是明年发的 所以今年来为止 这一棵虫楼 至少已经生长了七年 是不是非常的不容易 一 二 三 这一棵是最大的一棵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加上这棵小的整整十棵 他给我说他只要十来棵 我就给他挖十棵 应该也差不多了 他也只是做用银子用 太多了他也用不完 如果你也喜欢我们山里的好壳 记得关注山坡林多 这么多一点 就是简直到水热 之后 就是原刘均